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给世界送上一份爱 美国有一位艺术家 名叫派崔克约翰斯 他曾发起过一项有趣的逃逸活动 主题叫做给世界送上拥抱 他邀请人们来到他的工作室 用自己的拥抱 或是和爱人朋友家人互相的拥抱 来给陶胚塑形 透过人们的身体和陶胚接触拥抱 所留下来的形状独一无二 也让原本冰冷的陶胚 有了爱的温度 这一系列的作品 被命名为被拥抱与被爱 他会选择陶土作为创作媒材 是因为他认为陶土非常具有生命力 会迎着每个人当下制作时的情绪 专注度直接影响成品 而让成品成为专属又独特的艺术品 艺术家觉得这恰好对照拥抱的特质 即使是同一个你 但分别跟父母、家人、朋友、爱人等不同的人拥抱 会因为关系处境的不同 而让当下所感受的情绪也不同 而他也相信身体是有记忆的 能够透过拥抱这个肢体语言 传递最真诚的爱和温暖 这位艺术家把制作的过程上传到社交平台上 分享自己的创作理念 也因着出发点很兴起 成功地吸引了各类背景和种族的人 纷纷主动拜访他的工作室 并在他的指导下 共同创作了许多漂亮的拥抱陶艺品 让抽象的爱顿时有了形状 他也期许哪怕有一天 人们经历了生理识别 而无法再拥抱 无法让爱持续了 但透过拥抱成型的陶艺品 就可以永久述说爱的故事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拥有不会消失的爱 并且渴望永远被拥抱呢 故事中的艺术家运用拥抱陶艺品的方式 就是为了让人们之间的爱 可以被记录被保留下来 好让人们可以感受到 自己一直被在乎的人爱着 可见我们是多么的渴望被爱 被拥抱 只可惜人的爱常常不可靠 大多数都会改变 但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这个世上 有着一份永远不改变的爱 在圣经上有句话说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以此爱吸引你 这是上帝挂保证地对你说 上帝要用永远的爱爱你 永远和你在一起 因为上帝在创造宇宙时 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你 也就是说 你和我都有上帝的形象 上帝爱你如同爱他自己 上帝有丰沛的爱 上帝甚至为了向你彰显 他最真实的爱 愿意割舍自己最爱的儿子耶稣 拆他来到世上 然后为你背定十字架 使你可以借着十字架的救赎 接受到这份无条件又永恒的爱 亲爱的朋友 你是被上帝深爱着的 上帝的爱不会改变 也不会消失 上帝渴望让你每一天都感受着 被爱被拥抱的幸福感 如同这些独特的陶一品一样 上帝对你的爱也是独一无二的 因你是上帝的孩子 你是如此的独特有价值 今天邀请你 接受这份来自上帝 毫无保留的爱吧 只要你向上帝说 我愿意邀请上帝你来到我的生命中 一生成为你的孩子 如此你就能够领受到这份真实 且永远不改变的爱 耶稣说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asyGo直播 欢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